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哉身上有一个正在慢慢杀死他的诅咒 他的皮肤看起来就像腐烂 从他脸上蔓延到他的眼睛 他闷呆呆都没有人能成功活到30岁 那是因为产物夫一组与鬼武士无产有着血缘关系 无产成为鬼之后 整个家族就受到了诅咒 剩下的孩子全都提落多病 没过多久就会夭折 虽然要哉逃离不了这个诅咒 但他还是很精准地做一个好领袖 他每日都会到战神的队员目前参拜 他对每一位的队员都非常的关爱 他拥有关阔的心胸 待人很有礼貌 他深受队员们的信赖和尊敬 他活着的目标就是要打倒鬼 打倒无产 他背负着一组的使命 无产是他们一组的污点 皮洛多病的要哉是不可能战斗的 但他拥有两个特殊能力 第一个特殊能力是他的声音 他的声音动作的节奏能够让对方心情疏双 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一不F震动 这是能够启动大众的人才拥有的能力 第二个能力是先见之明 能够看穿未来的力量 产物夫一族也靠这个能力累积了财富 好几次的规避的危机 要哉也可以预测无产的来袭 要哉的能力是从上一代聚成下来 他的孩子灰力哉也会聚成这个能力 要哉四岁的时候就担任了鬼杀队的当主 他在小时候身体就非常的裸 甚至连灰剑十次都不到就倒下了 但他没有放弃自己该做的东西 他没有被诅咒打倒 他靠意志指挥了鬼杀队十九年 鬼杀队中最强的战斗力就是猪 猪的笔画是九华 所以鬼杀队一共有九位猪 在那个时代没有手机 所以联络和通讯都成问题 于是他们用送鸭来通信 每一个队员都有自己的送鸭 而且这送鸭还会说话 产物夫一族把情报传送给送鸭 送鸭再把情报传送给猪 鬼杀队构成就是 产物夫一族 猪和送鸭配合 为什么是乌鸭却要叫送鸭呢 在建筑屋子时候会用到一个金属零件 目的是要将木材和木材紧合在一起 送就是那个金属零件 在一套房中需要猪来支撑 所以产物夫和猪息息相关 还需要送鸭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鬼杀队一直给长久的运作 要在珍惜所有队员 他也记住了死期队员的名字和背景 他每天都会到墓前和他们交谈 希望他们的灵魂能得到安息 他虽然是鬼杀队的领袖 他也知道自己不是很厉害 但他从来没有把队员当作棋子 也从来没有强迫队员尊重他 队员们只想打败鬼 保护人员 他们是发生内心尊重和效忠要哉 产物夫天鹰是要哉的妻子 他27岁比要哉大四年 他出生在神之一族 他的外貌非常漂亮 胡一郎曾经形容天鹰是如同 白话术的妖精般的美人 他在队员的面前也胜得他们尊敬 在练刀四肢春篇由于妖哉病情恶化 在筑会议上 他代替妖哉则行筑会议的主持 后来在无产吸气产物夫家时 产物夫妖哉选择自保 他和妖哉一起战胜在火海中 但他是支援跟妖哉一起 他和妖哉生下了五名孩子 长男 产物夫婚立哉 长女双胞胎 产物夫厨医 侍女双胞胎 产物夫日下 三女双胞胎 产物夫行奈 三女双胞胎 产物夫匹方 他和妖哉第一次见面在十年前 当时妖哉才13岁 天鹰17岁 由于是家族的子婚 加上产物夫家短命的宿命 妖哉对天鹰说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这件事就由我来拒绝 天鹰因为妖哉这番体贴自己立场的话 决定和他结婚 产物夫一组的男生的寿命非常短 所以一直装扮女性的身份 抚养到13岁 千年前 他们的血脉快要断绝的时候 产物夫义族受到神主的建议 同血脉中出现了鬼 所以产物夫义族一定要打败他 如此一来义族就不会断绝 他们代代从神官的义族中引起妇人 孩子也不会那么容易死去 但即使如此 他们之中也没有人活过30年 所以产物夫义族对无常有极大的震恨 产物夫妖哉初次登场是在祖会议 炭治郎也被带到这里 妖哉是要祖认同炭治郎和米豆子 但大部分祖都不认同他们 还是都要斩杀了米豆子 妖哉希望祖成人炭治郎他们 接着又先读了潜水祖 玲珑佐金次寄过来的信件 以此郎中祖幸福 米豆子也通过了封祖对他的细血试炼之后 妖哉宣布他们兄妹正式加入鬼杀队 并临宗族对这一结果心服口服 在后期故事中 米豆子克服了太阳 可以在太阳下自由活动 由于无常的目的是要克服太阳 因此他知道米豆子可以克服太阳 他一定会全力捉住米豆子 那个时候的妖哉已经病重到无法下床的地步 无常已经突袭来到产物夫宅底 妖哉第一次和无常对话 他向无常表明自己一族被俘的诅咒 在无常准备对他下手之时 妖哉最终显着以炸弹之宝 并重创了无常 他享年23岁 同时他的妻子天宁和两个女儿除衣和日下 和妖哉一同离去 在这里大家会有个问题 妖哉是那么残忍吗 需要妻子和女儿一同陪葬吗 这一幕确实吓坏了不少人 天宁在嫁给妖哉前就已经有这个节目了 而他的女儿的解说是最后他们不想离开父亲 他的孩子那时候才8岁而已 长女和次女一同陪葬 展然 产入浮灰历灾成为第98代当主 接下来是我的猜想 为什么妖哉会把妻子女儿一起剪入呢 妖哉是有先见之明 能看穿未来的力量 所以他一定是看到自己的未来 以及妻子和孩子的未来 他知道无产会来到这里 所以他应该有时间叫妻子和孩子去避难 但他没有这样做 可能他看到未来妻子和孩子会产死在无产手上 与其这样让无产产杀 到不了正面来面对无产 加上无产是个非常谨慎的鬼 如果屋内没有任何手会或其他人在的话 他会产生怀疑保证警惕 但是两个幼小的女儿在这里的话 那么将极大的放松无产的情绪而掉入陷阱 两个姐姐和母亲的死 让灰力哉能在短时间内就变得坚强和成长 妻子和两个女儿是自愿的 她们要陪妖哉走到最后一刻 一切都是为了让这千年的诅咒结束掉 鬼杀对之所以能以无数牺牲为代价 持续的与鬼战斗到今天 是因为鬼是不能原谅 绝对不能原谅的理念得到了传承 人所俱成的感情是超越无产永和不休的存在 虽然最初无产否论了这些话 但当她在最后一战陷入绝境时 她承认要哉的这句话 你们对于禅物夫要哉有什么看法吗 她为什么要把家人的卷入呢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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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